嘿嘿嘿 欢迎大家再度说听罗宾车谈 前几天的话呢 Kiki为大家送上WRC呢 在意大利Sardinia的这个比赛 那的确是相当精彩对不对 那时候我说 我们要送上台湾的华萌拉里赛 那其实讲起来的话呢 常常很多朋友都在面开玩笑的说 哇台湾啊又没有赛车场 赛车场唯一的一座 现在又收费那么高谁跑得起啊 那就没有赛车了 错了我常常就说对不对 其实呢赛车有很多的系列 那很多朋友也会说 台湾的道路坑坑洞洞的办拉里赛最好 没错了就是办拉里赛啦 那其实三十几年前 就在老三台做节目的时候的话 有一个项目我可以说是最早把WRC 赛事精华引进台湾的 其实台湾呢最早有拉里赛的话呢要回缩到啊 差不多在94年的时候啊 那那时候的话呢在台中有一个场地就叫做蒙蒂卡罗 很多呢这些现在的这种真正的是老前辈啊 拉里的前辈啊比如说像高清荣啊 其实那时候他们高适来的兄弟啊那还有呢像那时候我老弟他们都参与场地拉里赛啊 之后的话那当然也有烟草公司啊他们在东部啊那甚至于在澎湖也举办过这个拉里赛 所以呢那可以说是最早开始的啊 那在这些年来的话呢陆陆续续的就有了最早有刚军啊 那这位呢也算是前辈啊 他呢陆陆续续办的差不多有十来年的赛事 之后的话呢他因为呢就就就不在了啊 那后来的话呢又有张老师接受 张老师走了之后的话呢那大家就没有比赛跑了 所以那时候呢这个彭志忠彭会长呢他就成立了华盟拉里赛 我们先来看一下呢这是他们前一阵子在澎湖桌举行的拉里赛 台湾的UCRA华盟拉里赛五年来在会长洪志忠与他的团队努力推广之下 快速的成长 由于拉里赛多数是在偏乡的产业道路上举行 每逢赛事周末都会带来数千人的消费潜力 对于当地的餐饮住宿业带来了很大的贡献 华盟拉里赛严格执行FIA的拉里赛事安全规则 为中华赛车会认证的赛事 也因此都能够得到地方政府与当地居民的支持与信任 取得赛事的合法路权 并且能够得到当地警方协助封路 2022年开季首站是在澎湖举行 由于在澎湖离岛举行的赛事运输难度相当高 因此这次的澎湖站从2020年的6月份就开始筹划了 负责推动的彭会长先后飞到澎湖12次进行各部门协调 最后终于取得了地方政府与相关部门的许可 让这一场继1994年的555拉里赛之后 首次的回到澎湖举行 所有参赛的105辆比赛车必须从台湾运到澎湖 而台花轮一次只能够运20辆 为了让赛事安全顺利的进行 光是华盟拉力赛的工作人员就出动了250人 真的是阵容浩大 在4月16到17号这两天的赛事踩拉力赛制 只有一个6.7公里的special stage封闭管制路段 要反复跑4个回合 总成绩最少的就是优胜者 洪湖站这次有9个组别的分组 总共有105辆赛车参赛 而接下来的华盟拉力赛将在8月底在台东举行 届时罗宾车坛将会做后续的报道 与大家一起支持台湾的赛事走向国际化 其实大家也都知道 我跟Kiki在过去的差不多两年多 我们也很热衷于跑这个华盟拉力赛 很多朋友都说 奇怪了呢 你们怎么会迷上了拉力赛 我相信所有参加过拉力赛的朋友都知道 那整个的氛围是不一样的 拉力赛的这个圈子的话 在比赛的期间 大家真的就是非常的 应该怎么说呢 因为跑拉力赛大部分都是在偏远的地方嘛 所以对大家来说的话呢 这是一个像是一个Holliday一样的 哦 讲归讲啊 下一站的话呢 又要到我们最喜欢的一站了 那就是在台东站 而且这一次呢 非常重要的就是呢 它又有夜站 而且呢 这一次的话呢 赛段也增加了 所以说呢 根据阿中会长呢 他是跟我聊天 他说希望呢 能够呢 我们足度的把这个里程数越拉越多 挑战越来越强 这样子呢 我们才有机会跟人家接轨 不要说WRC了 至少呢 可以呢 跟向这个APRC 也就是亚太拉力赛呀 这些的 其实呢 对岸呢 亚太拉力赛 他们在有一站呢 就是在浙江的龙游 我相信呢 这个玩拉力的朋友都知道的 那个难度也相当的高 好 这一次的罗宾车谈 就到此告一个段落 不要忘了继续锁定我们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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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